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会在这个月的20号举行猪年灯饰的亮灯仪式 目前沿着牛车水的新桥路还有余东玄街 已经展出了2000多个灯笼 重点在179只以小猪造型为主的灯笼 而最大的猪灯笼的造型是大约高9公尺宽7公尺的 所有的灯饰会一直展示到3月6号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灯笼是由大学学生设计的 他们从去年就开始筹备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设计 并且是由中国的42名工匠制作而成 这个猪年大灯饰亮灯之后是不是很漂亮呢 有趣的是很多的民众开始时也是称赞这个猪年灯饰 可是呢在白天的猪年灯饰没有亮灯的时候 就有一些民众发现这个猪造型怪怪的 原来呢有民众认为这大型的猪灯笼看起来脏脏的 就直接形容这头猪呢像是脏猪 Dirty pig 一点都不够粉红可爱 那除了猪年的灯饰引起民众不同的看法之外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去年新加坡在农历新年之前 也为了商场的祝福与闹出争议 因为呢在白沙购物中心内就张挂了团圆有余的贺词 民众当时就质疑团圆为什么还会有余呢 认为词不达意 那又要跟你介绍好玩的旅游景点啦 那当然这不是我说了算 美国权威旅游指南杂志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最近就评选出了2019年 五个世界最梦幻的旅游目的地名单 东南亚国家只有越南的广平省的寒松洞入榜 排在最梦幻的旅游目的地第三名 这个世界最大的洞穴 仅次于秘鲁通往马丘比丘山顶的印加小镜 和美国内华达州的火人节 Burning Man Festival 根据介绍越南寒松洞的深度非常深 绝对适合想要去冒险的人 不过呢要去也不是随时都可以去的 今年也就是2019年 当局就限制进入参观的游客是1000名 这不是一天的游客量 而是一整年只限1000人 现在的门票已经所剩无几了 如果没有办法预定今年前往的人 只能进入2020年的等候名单 那按照计划呢 他们会在探索一条新的600米长的水下通道 据了解曾经参与泰国野猪少年足球队 营救工作的潜水人员 也会参与这一次的探索活动 如果探索成功的话呢 韩宋洞洞学的规模将会比现在更加的庞大 换个焦点 有些国家的象牙走私情况非常严重 每年有多达3万头的大象被屠杀 为了保护大象 各政府和组织都在努力打击非法走私活动 他们呢会针对违法的走私象牙进行DNA检测 来追踪大象的来源 而就在柬埔寨的一个市场中 竟然发现了一批象牙的雕士 验出了已经在1万年前就已经灭绝的长毛大象 也就是猛马象的DNA 科学家对这个发现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由于猛马象呢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所以呢并不是受保护动物 所以这个品种的大象的象牙 并没有列在国际贸易相关的法规名单中 导致成了国际法规的漏洞 这么热的国家怎么会出现长毛大象呢 研究人员就表示 他们会继续研究 用遗传学来确定大象的来源 再来带你关心各报的重点新闻 新报的STAR 丑闻缠身的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 在卷入另一宗面对管理不当的指控 就是管理层据说没有通知基金董事以及投资伙伴 就投资数百万令吉在孟沙南城的一栋摩天楼 不过HRDF的前首席执行员否认了这项指控 新周日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入一份密谈会议记录 声称中国高级官员在2016年向前首相纳吉提出条件 也就是中方协助偿还一码发展公司YMDB债务 以换取中资获得大马各项一带一路的建设计划合约 中国报 前首相纳吉下台后 政府从其办公室获取一系列不曾公开的会议记录文件 揭露中国高级领导人曾经在2016年向我国提出几项援助建议 以协助纳吉政府摆平涉及数十亿美元的一码公司贪腐案 南央商报 华尔街日报最新发布一项轰动全球的爆炸性内幕 揭露中国和大马高官之间涉及纾困一码公司YMDB和一带一路的内幕交易 财政部长林冠英就说要彻查这项指控 光明日报 干节之乡永春去年风调雨顺 在今年成熟的卢干高畅丰收 果实大科又香甜多汁 售价比去年同期下调10%到15% 光华日报 现代咨询与债务管理机构AKPK理财教育课程导师庄国辉表示 他们早前做的调查显示 我国28%的民众需要借钱买日常用品 以年龄介于40到59岁的借贷者占多数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年龄已经组建家庭 需要承担家庭的财政负担 988早点online为你跟进的新闻到这里 下次再聊